但是也是最難度 你最容易發菩提心 最容易發菩提心 像我出家我爸爸天天抗議 好在算命給他說 不出家會死 好好好 要去吧 所以人家算命也有助援的 不出家會死的對不對 我太太也相信 我爸爸媽媽也相信 因為他們會拔背 唉唷 那你出家可以喔 不要出國這樣 所以我爸爸叫我不要出國 那簡單 那我太太就很 對我爸爸媽媽那時候就很不高興 你怎麼可以同意呢對不對 如果爸爸媽媽不同意 大概我就出不了家了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個就隨緣了 我認為家裡怎麼擺都沒關係 譬如說家裡有人往生 你是佛教主吃素的 所以家人要殺豬要拜 你不要跟人家吵架 為什麼 順便豬啊雞啊都渡一渡 因為沒辦法 你已經盡力了 但是你就隨緣 而不是說跟人家吵架 因為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努力的為他們懺悔 替他們修行這樣就好了 姻緣如果成熟就會改變了 就像我以前帶人家去祝念 師父不要進去 你願拜雞啊你不要進去 我說這個我才要進去啊 去跟他唸一唸然後對他很好 然後他不好意思 看到你以後下回就換成素食了對不對 你走你來了換素食 你走了換昏的就是這樣嗎 隨緣嘛 就看你的功力啦 如果你一直對他們很好關心他們 他們總有人會改變了 但是你千萬不要說這樣我就不去 這樣我們才要去對不對 他就是沒學佛他就是 所以有一次我去祝念 結果我一躺下去哇 上面蓋著十字架哇 那我就開始講天上的事情啊 升天啊 因為我以前是基督教徒啊 對我很容易啊 所以他家裡就覺得 欸 師父你念這個了 沒有問題升天最重要啊 我告訴你升天的方法 這個是佛教嘛 對不對 私底下就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最活的人貴旺生者是不一樣的 你要如此你不要說啊 這個我不念 那你那你幹嘛呢 菩薩是ok ok 什麼都ok 隨緣隨緣對不對 然後慢慢慢慢改變 用愛感動對方 那這樣嗎 千萬不要跟他對立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下課以後可以供養師父嗎 我跟妳講 供養真是個功德啊 但是要平等心 那現場有五個師父 妳就每個都要供養 那才對 那妳說那沒這麼多錢怎麼辦 那師父也不要錢啊 特別各位今天如果要供養好啊 供養完以後我們拿這個錢來放生做焉供好不好啊 唉呦 我住在樓上 前面有一條河啊 唉呦 裡面一定有魚的對不對 所以他們說晚上還要去我們昨天吃的那個自助餐 我早就看好了 對面是森林啊 一點火 ok 的啊 哈哈哈哈 放生啊 不失食物啊 因為老實講我們出家人基本上不是很缺錢 要知道嗎 但是要的是福報功德 所以能夠把這個轉為福報功德那更好 所以但是做一個菩薩不能拒絕人家供養你 因為做一個難傳法是可以 你不要供養我不抹錢的對不對 因為他是要解脫嘛 那做一個菩薩要把福田給對方 所以你你將來有機會出家人家供養你 你要把功德完全布施給對方 希望對方消失業障 甚至進一步自他交換 怨對方的業障 就像你的媽媽拿紅包給你 你要把媽媽所有的病苦都吸收過來 對不對 要把自己的功德給對方 那這樣就符合 好 我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最後最後了 密稱強盜 疾身成佛 我入我我入人佛合一如何修辭 我想大乘佛教顯密 顯是從陰地開始修 我不是慈皆人入 我很慚愧這樣 那密稱呢 密從果地開始修 你要升起佛慢 就是說我可以成佛 當下我就是佛 所以顯密是不分的 在心理上你要怎麼想 在行為上你要從陰地去做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佛教為什麼用蓮花 蓮花是因果合為一體的 但是現在人很喜歡把顯跟密拆開來講 那是錯的 如果你執著密中了 我升起佛慢很驕傲 簡單的不思慈戒都不做 那你也成不了佛的 我們必須在果地上認為 我可以成佛 當下具足佛性 這沒問題的 但是在行為上從顯去做 這個才叫顯密人容 老老實實的修人天福報 出離心 這個也都要做 你也不可能說我是修密的 然後人天福報的事情不做 出離心沒有 然後說我在修密中 那你等於在五樓你會摔死的 你沒有一二三四樓撐著你 所以我想佛教裡面沒有分的 南傳北傳藏傳 出離心 大佩心 撲離心 是一手抓的 你全部都要做到的 所以我想集身成佛 不是密秤的專利 而是你修大秤佛教 本來就要有這個趕快成佛的觀念 能夠最好當下就成佛的觀念 這才能夠利益眾生 但是當下成佛講的是心態 所以所謂小秤大秤密秤 不在於你的出生的國家形式 而在於你的心態動機 這樣啊 所以你的心態裡面要有那種 我要安住在空性 因無所住 那個就是三門耶戒 你要安住在空性 那個是最高的戒律 這個不是說密中有的 也不是顯教不強調的 這只是每個人都要有這個心態 所以我想一生成佛 你要把自己當作佛 更重要你要把對方當作佛 你把對方當作佛才叫一生當下成佛 你要把這個世界當作極樂世界 不分螞蟻也好 你要去尊敬對方 所以當然千萬不要說 因為我是修密秤 我一生成佛 你們閒教慢慢來比較差 如果你修密秤不會唸地藏經 你很可憐喔這樣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啦 密宗裡面 雖然祖師大德在密稱的祖師大德 把這個經論整理得很好 但很可惜 他們連地藏經都沒翻成藏文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啦 如密封採密 解脫道的你一定要吸收 不然你怎麼有處理心呢 如果我們修密秤 還結婚 還吃肉 那還叫密秤嗎 所以你修密秤 本來就要解脫到修行的基本 也要有人天福報的實修 更要有大秤的悲心 如果修密秤的都沒有悲心 反正佐佐拉那裡都是募款 他從來不在這個本地奉獻 我跟很多上司說 如果你還吃樹 你還吃肉 你不吃 為甚麼 漢人的經典寫得很清楚的 所以各位有記住 如果你供養出家人吃肉 你下第一 記住喔 你不能說 好在我們密秤沒寫 那是經典不圓滿 千萬不要供養出家人吃肉 因為本來就不應該的 佛陀在大涅槃經裡面寫得很清楚 出家人裡面 剝裡面有肉 一定要洗乾淨 剝洗乾淨才能吃的 是因為生在西藏 那個環境很不好 沒有蔬菜吃 所以像吃自己兒女的肉一樣的吃肉 這樣符合戒律 好像嗎 那你到了漢地來明明有樹 你幹嘛吃肉呢 那這一點變成自己的習性 而不是一種佛法的觀念 所以梁皇這個寶祭禪師 甚至祭公 他說血我下地獄啊 他吃肉是可以超渡他的 你超渡不了他 死了吃下去變大便你不能吃 他死了吃下去變活的你可以吃 所以沒有那個本事不能做那個事情 但是如果做不到 具足懺愧心 沒辦法 像小秤的吃肉按照戒律 為什麼 他當做大便來吃的有出力金 他沒有美味這兩個字 但是他是為了解脫 他不是為了渡對方 所以如果他觀修他只是一個大便 一個食物味的修行 對他來講沒造業 但是有因果 老了身體不好 但是站在密秤吃肉 他沒有素食可以吃 他觀想那個是一個父母的子女的肉 我一定要度你 他有這個慚愧心 有這個發心 而且念了催落往生咒 他還是符合三昧夜節的 但是試在那個環境沒辦法的情況 那如果環境許可 明明知道不能吃肉 那為什麼要吃 那變成一種習性 那就造業了 就不圓滿了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 我們學佛還是要很冷靜去分析 千萬不要本來吃素 上司叫我吃我就吃 就大吃牛肉 那將來你下地獄誰也渡不了你 所以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很明確的去分清楚 好 我們現在大家帶著六道眾生 大家歸一三寶 來 跟我念 一開始齐情三寶降臨 我們要帶著父母六道眾生 把我自己能夠歸一三寶 而且希望今天歸三寶 大家是帶著一個菩提心 為成佛歸一 什麼叫菩提心歸一呢 是從這一輩子到成佛 都不離開